大家好 麵粉别总是蒸馒头做包子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天的做法 比馒头营养 比包子简单 比油条还好吃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小葱可以多切一点 多放点葱香气浓郁会特别的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青椒 去头去尾 然后从中间切开 再把辣椒籽去掉不要 然后改刀切成长长的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青椒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平时可以经常吃一点 切好之后多了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尽量切得碎一点 这样口感比较好 切好之后多了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根孩子喜欢吃的火腿肠 去皮之后先切成薄片 再给它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多了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400颗面粉 加入5颗浇母粉 一小勺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它们充分融合 然后加入青椒 胡萝卜 火腿和葱花 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面粉和配菜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匀之后 少量多次的浇入温水 像这样一边加一边搅拌 水要少量多次的慢慢加进来 一直搅拌至这种面絮转 然后再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我们在揉的过程中 如果觉得太丝了 可以加少许的面粉 给它揉成一个 稍微光滑一点的面团 就可以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三勺面粉 一勺小盐 一勺五香粉 一勺胡椒粉 然后淋上烧开的热油 激化做香味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一个简单又香的油酥 就做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面团 也已经发酵好了 发酵好的面团 体积明显变大 里面全是蜂窝状 用手抓起来感觉轻飘飘的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团取出来 放到案板上揉一揉 排排气 揉个三五分钟 然后给它搓成长条 揉好之后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第一个面剂 切得稍微大一点 后面的面剂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然后再用擀面杖 给它擀开 给它擀大擀薄 像这样一圆硬币的厚度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大面饼上 刷上一层食用油 给它刷均匀 边缘流出三厘米 不要刷到 刷好之后 盖上一层小面剂 然后再继续刷上一层油酥 这层油酥可以全部都刷满 然后再盖上一层面饼 像这样一张又一张 重复地刷上油酥 再重复地放上面饼 把所有的面饼都重复地放上去 最后一张面饼放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把第一张面饼的边缘 刷上清水 这样可以起到联合的作用 刷好之后像这样给它包起来 全部给它盖起来 一边包一边轻轻地按压 让它粘得更牢固些 然后再把做好的生坯给它放个面 表面再刷上一层清水 刷好之后撒上一点黑芝麻点缀真香 然后用擀面杖轻轻擀几下 让芝麻粘得更加牢固些 做好之后直接放到蒸锅里面 盖上盖子二次发酵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变得胖乎乎的 金飘飘的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水烧开之后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之后关火再焖5分钟 5分钟之后马上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有火腿和金椒的香味 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 就说明已经熟了 这样蒸出来的千层饼 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里面有多种的蔬菜搭配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层层分明 牙口不好的老人也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